陆克尔团火烧车意外 事发后10天 桃园地检署公布初步调查报告 苏性驾驶酒测值严重超标 桃园地检署主任检察官王一文表示 苏性驾驶的血液、尿液、胃内容物检体 经检验后换算土气酒精浓度达每公升1.075毫克 血液酒精浓度达0.21% 已经违反上开规定 酒测直破1在台湾的换算中 相当于连续喝下16罐的啤酒 这样的报告听在游览车司机同行而里 都觉得匪夷所思 因为司机驾驶一定会调罩或是开除 不会有人拿自己的饭碗开玩笑 游览车司机表示 老经验的驾驶说 这一团路客是从台北内湖的免税商店离开 如果司机这么醉 车子早就一路飘移 很难再开一个多小时到桃园 不只是司机们对调查报告窃窃私语 有台湾导游表示 导游就坐在司机隔壁 这么浓的酒精味不可能闻不到 而在台湾的大陆观光客 听到火烧车疑似是司机酒驾招货 有人说这理由实在有点牵强 检方日前在车内采集比对都有汽油 而且还在驾驶舱发现两个烧溶的汽油容器 也在行李舱找到三个装有汽油的宝特瓶 目前正离清火烧车是电路设备起火 还是苏明成有自杀自焚的可能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